这跟核四有任何关系吗 不要转移焦点 不要把人民当笨蛋 明明有其他的地方可以盖 你为什么不盖呢 有浮动式的接收站 国际已经开始大幅的使用 那台湾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坚持的难道是蔡英文的面子吗 执政者的权威吗 我们首先在这边代表国民党的党团 做出三项要求 马上公投就要成案了 这一个争议多时 但是一旦万一破坏了 就难以回头 千年珍贵的资产破坏无遗 这一代的台湾人 没有办法对我们的祖先 也没有办法对我们的下一代交代 所以在这个时刻 第一个我们要求民进党政府 三阶工程必须立即停工 第二我们要求蔡英文 苏贞昌必须公开宣誓 一定尊重公投的结果 第三我们也要求民进党政府 应该在现在就开始积极的准备替代方案 我补充说明一下 民进党居然找一个已经信用破产 然后第一个被罢免的市议员王浩宇 出来泼脏水 叫王浩宇出来影射说 问潘老师潘理事长 七千万是怎么回事 然后随后王美花公开证实说 的确有这七千万的预算 是用来做环境保育的 在这过程当中 在影射潘老师贪得无厌吗 从中获利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七千万的预算 如果真有弊案 那中油跟经济部的人都应该要停职查办 通通涉及贪污咯 用这么恶劣的手法泼脏水吗 昨天中常会 蔡英文又在扯和事 前天总质询 苏贞昌也在扯和事 这跟和事有任何关系吗 不要转移焦点 不要把人民当笨蛋 我们再三的强调 大家也都 只要如果你关心藻礁的议题 你就知道这些主张藻礁公投 保护藻礁的团体 并不反对接收战 再讲一次 只是不要盖在大潭藻礁 因为一个暂时的发电需求 跟超过七千年的宝贵地球资产 相较底下的选择 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台湾只有这个地方可以该接收战吗 答案是错 明明有其他的地方可以盖 你为什么不盖呢 还有我刚刚说的 科技进步 有浮动式的接收战 国际已经开始 大幅的使用 那台湾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坚持的难道是蔡英文的面子吗 执政者的权威吗 深奥可以撤 为什么大潭不能撤 新北市做得到 为什么桃园市做不到呢 这些才是真正问题的焦点 不要再模糊问题的焦点 不要再恐吓人民 不要再向人民泼脏水